钻石大跌价 有外媒报道 全球钻石价格已从去历史高位大跌18% 专家分析指钻石临价的原因是 国家息导致全球对经济前景不敢乐观 消费者减少购买奢依品 另一方面 人造钻石的新起义 消费者转战到廉价市场 业界人士预测指 未来年天然钻石价格 或会再跌最多25% 即从高位报谢40% 算捞底的朋友 可考虑多一会儿 因为随时可用头的价钱 买到更高质速的钻石 CNBC报道 最新公布的球毛P钻石价格指数显示 今年迄今钻石价已跌6.5% 较2022年2月的历史高位大跌18% 有钻石分析师表示 一粒高于平均质量的 一卡天然钻石为例 一年前 格式6700美元 如今价值只有5300美元 中国黄金集团前 习经济学家万者指 去年3月美联储开始加息 即引发全球加息潮 令整个金融体系 由极度宽松 成极度紧缩 全球都对经济前景区谨慎 大家对必需品的消费开始减少 而钻石正正是其中一商品 西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 与金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林指出 钻 价格的升跌可从需工方面分析 从需求方面看 使本来与婚价息息相关 而且主要市场位于东 然而东亚市场近年结婚性下降 令钻石需要也之减少 以中国为例 全国结婚登记量在2014年起逐下跌 2019年跌破1000万宗 2021年跌破800万大关 2022年在二年跌80.3万 需求方面 人造钻石的兴起 导致部分消费者赚廉价市场 至于钻石价格之后的走势如何 大家不应该在此时捞笛 盘和林认为一定还会下跌 因是他认为钻石只是一种碳元素的表现形态 终都会便宜的 海外珠宝公司Angara Jewelry的CEO Anchordog表示 疫情期消费者无法出门旅游 因为把剩余资金购买奢品 但随着疫情减退 钻石将会迎来大幅下跌 他即未来一年天然钻石价格 或会较现在再跌20%至25% 为价格有机会较去年二月高位大跌40% 大家如果有算入手钻石的话 或者可以再多等一会儿 以下6款2023新钻戒 供打算求婚或结婚的朋友参考一下